德班视频赛爆出大冷门 国拼两位奥运冠军啊 竟然惨败爆冷出局啊 马林作为国拼女队的主教练 绝对是难辞其咎 刘国良无比的遗憾和失望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对于咱们国拼 在本站德班视频赛上的整个进程 也是出现了最新的反转和变化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本届德班视频赛前六个比赛日 可以说我们国拼队员 整体的表现是非常的不错 那么没有爆出什么大冷门 也没有什么奥运冠军级别的运动员 提前的爆冷被淘汰出局的情况 对吧 整个进程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如果说这种局面再往下延续的话 国拼就有望提前的去大包大揽 实现夺冠 能够把五枚金牌提前的都收入囊中 但是按照目前的进程来看 在第七比赛日 整个进程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咱们国拼在一天之内 竟然有两位东京奥运会上的奥运冠军 提前的爆冷出局了 那么伴随着这两个人的爆冷惨败出局 甚至在他们两个人的比赛中 一盘都没有赢 直接就是以挂零的方式惨败出局 伴随着这样两场惨败到来 意味着我们国拼在本战比赛上 还留有很大的悬念 我们能否包揽五金 需要画上一个问号 暗示着我们国拼在接下来的比赛 将会承受更大的阻力和压力了 那么众所周知 在第七比赛日 其实就已经进入到本届 德班时评赛最后的冠军日了 在第七比赛日 决出了本战德班时评赛的 首个单向的冠军 那就是混装冠军 咱们中国世界排名第一的混双组合 沙头组合也是在决赛中 三比零横扫了日拼的 早田希娜张本志和 而拿下了最终的混双冠军 可以说 这证明了沙头组合 目前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的地位 也暗示着二人完成了 四拼赛混双两年冠之后 两个人已经彻底的蜕变成为 现今世界第一的混双组合 他们两个人将会开启一个 属于他们的混双时代 但是在混双比赛结束之后 就在大家可能对于国评包揽五金 充满了无限期待的时候 紧接着就连续遭遇了当头忘和 连续我们国评两位奥运冠军 接二连三就崩崩的惨败出局了 这无疑让很多的球迷感觉到 无比的遗憾 那么首先第一个出局的是谁呢 就是在东京奥运会上 帮助咱们国评女队 拿到奥运女团冠军的王曼玉 他在这一届比赛 他是女单的未免冠军 结果没有想到在本战比赛 八进四的比赛中 他是以0比4的方式 惨败给自己的队友陈兴桐 其实不可否认 陈兴桐他的综合的竞争力能力来看的话 他跟王曼玉之间还是有差距的 但是却能够在本届比赛 以4比0的方式横扫了王曼玉 让王曼玉能够在比赛中一局都没赢 那么不仅是证明了陈兴桐 他的状态出色更能够看出来 这确实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 而王曼玉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这真的是让我们有些琢磨不透 而作为国平女队的主教练马林 可以说在他当上了国平女队主教练之后 球队的几位核心主力队员 出现了这种明显的成绩上的下滑 状态上的波动 这一点很显然 对于马林来说 他是有很大的责任 他是需要去反思 需要内疚 需要自责的 那么除了王曼玉这一个点之外 在他0比4惨败出局之后 紧接着又一位奥运冠军出局了 谁呢 就是孙颖莎 孙颖莎在跟王曼玉搭档的女双组合 对吧 这是女双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 海蝉姐妹花 他们两个人竟然啊 在女双的半决赛 以0比3的方式 惨败给了韩国选手 沈宇斌 田智希的组合 那么这场比赛的暴冷输球 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 没有敢想 对吧 因为我们毕竟都知道 孙颖莎和王曼玉这队组合 是多么成熟 他们的能力有多么强 这是世界排名第一 两个人无论是单打还是双打 都是世界最顶尖水平的运动员 所以说他们两个人结合到一起 是完全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但是面对着韩国组合 竟然以0比3的方式惨败 甚至一局都没有赢 这样的惨败形式出局 这确实让大家感觉到 非常的遗憾和惋惜 那么这更让马林 她作为国评女队的主角恋 她成为了第一责任人 赛后大家对于她也是口诛笔伐 认为马林她是有着很大的责任在里面的 我们国平的这几位世界冠军 奥运冠军 对吧 包括了在本轮也是出局的 王毅迪 对吧 我们这一天之内 女队三个主力核心 在不同的单向都被淘汰出局了 你说马林她能没有责任吗 对吧 所以说马林她是难辞其咎的 我相信刘国梁接下来一定会出手 来正式针对国平女队的这些问题 做出一些针对性的提升和调整 如果说再不调整的话 这将会为我们的国平巴黎奥运会 埋下巨大的隐患